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昨天3月16日,日本時間晚上11點半左右 發生了一次7.4級大地震 鎮央位於日本福島縣對開的海面 發生地震的時候,當時我在這個位置做遊戲直播 有很多觀眾看直播時,都已經看到我發生地震 之後我都立刻那種電話來,就是拍下當時地震發生我的電腦桌上的情況 aluminum都沒有那麼多龍 здесь 這一隻呢 �him就隔一個會有個龍 地震 地震 真是地震 哇哇哇哇哇哇… 不是,這個地震比較厲害,這個很厲害 走走 我自己身處的地方是神奈村縣 日本的氣象廳他們制定出來的地震強度上 昨天我們在神奈村縣可以感受到的是這個四級地震 而在福島或者附近的縣,他們感受到的地震強度就是這個六強 我看很多觀眾的留言,可能大家對於地震的強度 特別是日本他們自己氣象廳制定的地震強度 就可能不是太熟悉 因為我看到一些留言說,香港的地震都4.1級 跟你在神奈村縣差不多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尺 所以這個大家需要注意 剛才我們片頭說,昨晚3月16日深夜11時發生的地震 是這個7.4級地震 這個是黎克特製7.4級 這個我相信大家從小到大看新聞都聽過不少一次 黎克特製 黎克特製是在國際上用來檢測地震 這個地震釋釋放出來的能量有多大的一個單位 譬如好像2011年這個311地震 日本福島縣的東日本大地震 當時的地震的威力就是黎克特製的9.0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地震 但是在日本的氣象廳上面來說 他們就不是叫黎克特製 純粹只不過是日本的氣象廳定立下來的一個制度 他們表示出來的那個數字 就不是在那個震央 即是地震發生的那個源頭的那個位置的威力有多大 而是在各地不同的地方 可以感受到那個地震的威力有多大 所以當我說我們在神奈川縣感受到的4級地震的時候 我說的是這個日本氣象廳定立下來的那個地震的強度 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4級地震 而不是說黎克特製的4級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在國際上 還有上一次香港地震的時候 也有網上有些新聞也有用到的一個scale 就是修訂麥加里地震烈度 這個烈度表就是由最低的1級到最高的就是12級 如果根據這個表上面 它定名出來的那個體感的那個震度是有多高 我相信早幾天在香港可以感受到的地震 大概是介乎2至3級的麥加里地震烈度左右 但因為這個麥加里地震烈度的單位 跟日本氣象廳定下來的那個地震的強度 是沒有一個很直接的對照表 所以只可以利用他們的說明去比較一下 大概是麥加里地震烈度多少度 就等於日本的地震強度多少 那如果我估計上次香港可以感受到的地震 是這個麥加里地震烈度大概是2至3度中間左右的話 如果在日本的地震強度上面來說 就大概就是1至2度的地震 就是你個人坐在那裡或者躺在那裡的時候 是會感覺到有一點點搖 但是那些物件不會跌 那些東西不會有問題 這個當然就是要視乎你住在哪一層 你越低層越是感覺不到的 你越高層尤其是香港高樓大廈 不要說地震打風的時候你會感覺到 在最高層的時候 但是我就可以在畫面上面寫兩個不同的列表 出來大家可以看到大概那個分別是多少 那麼日本那個氣象廳的表 是由1度開始 1、2、3、4 之後去到5度開始 就是變成5弱、5強、6弱、6強 以及最終就是7級的地震 那麼這次3月16日發生的福島縣對開地震 那麼在福島縣附近幾個縣 他們感受到的地震 根據日本單位的強度上來說 是這個6強的地震 6強即是一陣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不可能會站在那裡 一定會跪在那裡 或者可能要用手撐著地下 才不會躺下 不過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主要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看到很多觀眾的留言 他們可能是搞錯了我說的 譬如說我們感受到4級地震 是以為是我在說這個 尼克特製的4級 還是這個麥加里地震烈度的4級 因為這幾個是完全不同的Scale 那麼日本他們有自己一個 一套的單位去到表示這個地震的強度 所以這一個是想用這條片 跟大家輕輕地解釋一下 也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有時間的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多一些 關於這些不同的地震的 關於地震的這些資訊 那麼到最後都是報告平安 因為我們身處的位置 距離這個震央非常之遠 雖然我們這裡是有震盪 但是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傷害出現了 但是我最擔心這個 只不過是一個前震來的 我怕再過幾天 可能會有一個再大的地震出現 也不奇怪 那麼這個就自己小心 這件事 那麼那麼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到此為止 大家喜歡的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地震資訊 希望大家可以有時間去看看 OK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 就和大家見面 下支影片 拜拜